Hi! Welcome to IT Handyguide Tutorial. My name is Kevin. In this tutorial, we will discuss MVC. 那首先呢,在开始这个课程呢,我们要先跟你讲这是我们课程的目录 然后呢,在上这个课程呢,我有几个pre-requirements是希望你能够读的 第一个是SQL的Foundation,再来是C Sharp的Foundation,再来是Link的Foundation,还有Unitest的Foundation 我是希望你能够把这几个读完,那另外还有HTML跟CSS 5 我也希望你能够自己去读一下,就这几个都是我们的pre-condition 那HTML跟CSS 5呢,这几个是我目前不会教的啦 那整个课程呢,基本上我们会有一个非常有整理性的一个顺序 那我是希望说你能够按照我推荐给你的顺序来读 不然的话中间卡住,那真的是很聚聚啊 那在我推荐的顺序里面呢,第一个你要先读TC 我再来读C Sharp,再来读Link,再来读Unitest 这个Unitest呢,会放在收费的平台 那接下来是HTML5跟CSS 3,这个没有计划 然后再来是MVC,就是我现在在录的 然后接下来就是End Different World,再来是Web API 然后再来是Bootstra,JavaScript,JQuery 那当然,那个以后可能还会有TypeScript跟Angular 这几个几个几乎是Donate Developer,国民生活须知啦 那你一定要按照我推荐给你的顺序来读 当然你要跳着读也不是不可以啦 只是如果说你哪边卡住的话就不要来怪我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下我们这个Tutorial 那你如果没有Facial Studio 2017的话 你记得要去Install 那这边有教学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第一个 那第一个一开始的时候 按错 第一个一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这边有一个英文的 诶,这边怎么会是中文 这边有个英文的教学 那个你点进去是英文的 这个第一个Tutorial是英文的 好,那我们继续往下面看 那这一个Tutorial呢 我们会讲到ASP都内的MVC Project 还有要怎么样在MVC里面runIIS 然后跟那个 要跟怎么样去run 这个Facial Studio 2017 要怎么样去用Admin来run 还有就是我要介绍Ctrl URL mapping 还有AXT File的Request是什么 然后还有Fuel跟Fuel Data 还有Fuel Back 这几个都是我们这一个Tutorial要讨论的啦 那首先我们先来看这一个 好,一开始的时候呢 我要先Create一个新的Tutorial 好,新的Tutorial 不是新的Tutorial 是新的Project 然后在这个新的Project呢 我要给它取名叫做online.game.web 好,然后那接下来我们 就来这一个好 2017.file.new.project 然后你在这边的时候 你要选Web 然后选ASP Donate Application 然后你要选Donate Framework 这一个选项 好,那接下来我们在这个名字这边 好,把名字打上去之后 就是online.game.web 好,你Press OK之后呢 接下来你就在Empty这个地方 然后你选MVC 然后接下来你就Press OK 这样就好了 然后那我们就Create了这样子的一个Project 那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啦 那首先一开始的时候呢 它会教你要怎么样去加一个Controller 在VS 2017 你有几种加法啦 第一种是这个 就是对着Controller的这个Fold 按右键选Add 选Controller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选第一个 来示范一次给你看 第一种方式呢 就是这个按右键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选Add 然后这边选Controller 然后选这一个 然后接下来Press Add 它就会加一个新的Controller 等一下 Press Add 它就加一个新的Controller 然后这边叫你打名字 好 然后那 好 名字的话你就打HomeController 好 HomeController 等一下喔 HOME 好 Home 然后 我Copy 直接Copy名字好了 等一下 叫HomeController 好 把名字Copy一下 回到我们这边 好 HomeController 那你就Press Add 它就加一个新的HomeController 然后那 这是第一种方法 好 这种方法其实我不是很喜欢 好 那第二种方法呢 就是好 你要去下载这个Extension 叫做Add New File 那这个Add New File 我非常推荐你用 如果你没有Resharp了 我非常推荐你 要用这个Add New File 那你有了Add New File 之后呢 接下来你就好 你就可以把这个 这个东西Copy一下 好 然后接下来你去这里 然后对着这个按Shift F2 然后它就可以把这个东西加进来 好 假设我今天要加第二个File 我这样子加 好 那就这样加 好 然后就加一个新的File 这样子 好 那当然还有第三种方法 应该是有第三种吧 没错 第三种的话就是说 如果你有Resharp的话 Resharp的话是一个付费软体 通常公司的那个 老板应该是要提供的 然后那接下来就是 你如果有Resharp的话 就要按AllEnter 那这个AllEnter 接下来你选Class 好 那我们来这边 对着它 你按AllInsert 对不起 是AllInsert 不是AllEnter AllInsert 然后PressClass 然后接下来就把这个放进去 好 这边选3 这样子 好 那你看 好 这个是Shift F2 就是Add New File 所产生的一个新的Class 好 然后那这一个是 那个什么 好 这个是那个 你用Resharp增加的一个新的Class 那这个呢 就是你直接在FacialStudio 按右键新增的Class 好 那其实都没有差啦 好 我是喜欢用 按Shift F2的方式 然后接下来再 make sure它可以有Extend Controller 我比较喜欢这样的方式 这是我比较喜欢的方式 好 那那个什么 Anyway 那我先把下面这两个先删掉 好 因为我没有要用到下面这两个 OK 那接下来我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呃 等一下哦 那接下来我们有HomeController之后呢 我们就把HomeController的Cold Copy进来 好 那目前就只有这样子而已 好 然后我们把它改成这个 好 OK 那我们再回到讲义这边 好 这样子把它贴上 你看哦 原本正间是ActionResult 然后要Return 一个Fuel 然后现在我只把它改成Return 好 Return这个Hello 就Return一个Stream 好 这边改成Stream 然后这边改成Hello 那其他都是一样的 只是稍微整理一下 把一些没用的东西删掉而已 好 那我们接下来来看这里 那要怎么样 在IAS里面Run呢 好 那你要在IAS里面Run 那你要先去Install RIS 那你要什么Install RIS 好 那你就要先去你的Control Panel 然后你要去Program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然后接下来你要 好 Turn on and Turn off 好 然后你要Install这两个 好 我个人是 欸不是啦 我个人会推荐你Install这两个 这两个全选 好 这两个全选就对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讲义 好 所以你就这两个全选 选选完之后呢 那那接下来你就可以 好 Start了IAS 那Start了IAS 那Start了IAS有几种方式 好 一种是你打InetMGR 好 你就Windows Key按下去按R 它就会产生CMD 好 它就产生这个Run File 然后接下来打 好 InetMGR 好 InetMGR 这样子它就会 好 那个打开IAS 那你可以看到目前是没有任何的Website 只有一个DefaultWebsite 好 然后那 这个是其中一种方法 那我比较喜欢第二种 就是你按 那个Windows打IAS 好 这样子就可以找到它 这样子 好 这是我比较喜欢的方法 那还有第三种方法 第三种方法的话就是 你要按Windows加1 好 Windows加1 ABCDE的1 Windows加1 按了之后 它就会打开我的电脑 然后在ListCompute 这边按Property 错了 不是Property 是按 好 这个按这个 Manage 好 然后那接下来要做的是什么 就是它会 欸 不是你啊 出来了 终于 然后接下来就是在 Service 这个地方 然后IAS就在这里 好 这个就是第三种方法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讲义 OK 那接下来就是你要 Run IAS 好 但是它会Get Error 好 ErrorMessage 那什么样的ErrorMessage 呢 好 就是 你必须要看它的Property 啦 就是比如说像 好 你现在回到我们的 好 Project这边 然后呢 接下来你对着它 按右键 然后选Properties 好 选Properties 好 你有两种方式可以来到 这一个Page 我先把它全部关掉 第一种是我刚刚示范的 第二种就是滑鼠移到这边 好 点一下之后呢 按 All Enter 它就进去Property 好 这是我比较喜欢的方式 然后那接下来去Web 然后那接下来就是 在这个地方 好 你看 Shift All加Enter 它就变全萤幕 好 你在这个地方呢 你可以看到啦 目前是用IAS Express 那我要 在这堂课要示范 怎么在IAS里面跑 那就是很简单 那当你installIAS之后呢 你就会多出这个选项 你多出这个选项 你多出这个选项之后呢 你就会发现 IAS Express 这边是有一个Local Host 跟Port Number 可是如果你今天是Local IAS的话 它就是Local Host 加你的 加你的Website的名字 就是你的Project Name 然后接下来我就Create Virtual Directory 在Create之前呢 好 它会尖叫我Save 那我就Create 这个Directory 那我目前是Success的 好 那我Create完之后呢 那接下来在这里 欸 在这个IAS这边 好 在IAS这边 好 刚才就只有一个Default的Website 好 然后呢 这个 现在要多出一个Website 叫做Unigain.web 好 之前没有的 现在才有 那个 刚才有打开IAS给你看过 是之前没有的 现在才有 好 然后那 你 我可以再示范一次给你看 比如说像我这边Remove掉 然后呢 接下来我在 好 这边按Refresh 好 现在就没有了嘛 对不对 可是呢 我只要在这个地方 Create Virtual Directory Press OK 接下来我再回到这里 在这边再Refresh一下 好 这个网站就出现了 那你这边Right Click 好 然后接下来去Explore这个地方 它就会告诉你说 你目前host的在这里 那这个其实就是我的project的folder 这样子 那 我们回到一下我们讲义 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这个Property 然后在这边 然后结果你出现一个错误讯息 你出现这样的错误讯息怎么办呢 其实是有原因的 是因为你没有run Virtual Studio as Administrator 那怎么样run Virtual Studio Virtual Studio as Administrator 其实非常的容易 首先你要先把这一个东西 先修改一下它的权限 那你先把这个路径cobby一下 cobby完之后 按Windows 1 就可以跳出这个我的电脑这个画面 然后把进入这个路径之后 再回到我们讲义 好 search 这个名字 好 search 这个名字 然后接下来对着它 按右键 好 选这个 好 选这个 然后呢 接下来 好 我就 我就不示范给你看了 好 你就我们就来看讲义这边 好 在接下来你就 run 按trubalshoot 卡比较第二题之后呢 你选第二个选项 叫做trubalshoot program 好 翻大一点 好 trubalshoot program 小一点点 好 这样刚刚好 trubalshoot program之后呢 好 然后接下来你再把它关上 然后你再按 next 然后接下来你就说 yes save this setting for this program 好 然后接下来就 close this 然后 close the troubleshooter 这样子 好 那你就可以完成了一个动作 这个动作就是说 那你接下来你把它预设设成了的命之后呢 好 你会遇到一个状况 就是当你在打开Virtual Studio的时候呢 然后接下来他会做什么 他会 好他会问你第一个问题就是 Do you want Do you want to allow this app to make changes to your device 好 然后那个接下来你要选yes 然后接下来第二个dialogue 就说save changes to the following items 然后接下来是 好这个画面 然后你要选no 所以第一个画面是说 你要start i 那个vs2017 你要选yes 第二个画面是这个 你要改这个吗 你要选no 然后呢 那你每次按yes 每次按no 其实很烦 我是不喜欢这样子按 那要怎么办呢 其实是有办法的 你要再把这个vslauncher 把它也改成run as administrator 那其实很简单 你就是把这一个路径 先copy一下 按windows1 到我的电脑这边 把路径copy进来 接下来search这个东西 然后对着它按all enter 然后进入到这个画面之后 comvability这边 这个地方打勾 这样就搞定了 就这么简单 那这边都有教学 你就照着做就对了 当你这个搞定之后呢 那你接下来就只会有一个dialogue 这个dialogue 这个dialogue就会消失了 我给你看 这个dialogue就会消失 这个save changes to the following item 这个dialogue就不会再出现了 那接下来就只会出现第一个dialogue 你只要选yes就好了 那这个通常我会建议你 就留着就不要做动作 但是如果你真的很讨厌它的话 也是可以解决 解决的办法其实非常容易 你先去users user account user account之后呢 不是只是virtual studio看不到 你是所有的program都看不到 以后将来如果 比如说你下载一个有病毒的东西 或是有奇奇怪怪的东西 然后你打开来的时候 原本windows它会warning你 说你确定你要开吗 可是因为你把这关掉了 所以它就不会给你任何的warning 那这个是我非常不建议的 所以我希望你能够 就是把这个留在这边就好了 那接下来我们来runiis runiis呢 刚才就有教过了 就是这边选iis之后 随便选create virtual directory 然后呢 接下来你create完之后呢 然后它就会显示这个画面 说ok没有问题 然后你就可以在这边看到 然后explode之后 你就可以看到它的project 是在host上哪一个folder 那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路径 那首先我们先回到我们的 这一个地方 我create virtual directory之后呢 接下来我在这边 我refresh一下 我要确定都是没问题的 这个没问题 它在这里 ok 那我接下来 好 我接下来再来看一下讲义 在讲义这个地方呢 我要介绍的是url 那首先我们先去global asax.cs 这个地方 那如果啦 如果啦 如果你有resharp的话 那你可以这样子做啦 等一下喔 就Ctrl N 这样子 它就会跳到这个地方来 如果你有的话 但是如果你没有的话 没关系啦 你就自己手动找就好啦 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你就在这边 那这边呢 那这边呢 这个里面的程式嘛 我一行都不会改啦 我只会把这几个删掉而已 但是我会加一些comment进来 所以我现在去code and paste 等我一下喔 这个 这个 我对它的comment其实蛮多的啦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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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非常好 非常好理解啦 那 这个东西呢 它在做什么 这个 这一个 star呢 其实是 它其实是一个magic point 就是说整个web occasion 是从 这个里面 开始跑 然后呢 那它接下来就跑 第一行 就是rejuice 所有的area 就是 这个 这个 所有的rejuice 要rejuice 所有的area 这个没什么好讲的 真的 但是要讲的是第二个 第二个比较重要 第二个呢 就是说 那个 我要rejuice 我的raud 在这个raud raudconfig.cs里面 那 如果你想要看这个raudconfiguration的话 那你必须要找到这个raudconfig.cs这个file 然后呢 那你这个东西是什么 就是说你把滑鼠移到这边来的时候 它也会应该要跟你解释啦 为什么没有跟我解释 看一下哦 它直接跳到这边来 如果你今天去查这个mater的话 它会告诉你说 它会get a collection of object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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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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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它会get的什么东西 它会get的这一个collection of 这个东西 这个raudtable.root 对不起 不是这里 是在这里 有没有看到 这个我只是把它copy上来而已 那 这个raudtable.root 它会get collection to derive from 这个raudbased class 那这个raudbased class呢 其实 就是这个东西 就是 raudconfig.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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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真的不懂的话 你不用担心 你就知道说 这一行的意思就是说 你好 请你去看raudconfig.cs 我们的raud在那边 就这样子 如果你完全搞不懂的话 你就这样记就好了 OK 那我们接下来 就来跳过一下这里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raudconfig.cs 这个file 那 一样 因为我有resharp1 Ctrl N 然后接下来 跳到这个file 那这个file 它其实在appstar里面这里 然后呢 我多打一个字 然后呢 它其实就只有这两个 那我任何一行程式 我都不会改 但是因为我要加了 我要加一些comment 所以你让我 等我一下 我把它code and paste一下 等一下喔 啊 不是你 等我一下 OK 我现在把我的sample code code and paste 进来 其实是我的comment code and paste 进来 它就长这样 OK 那 在这一个file 这是一个applicationstart 它是一个magic point 就是说要从这边开始 然后呢 在这个地方我说 你好 请你去看 在这个地方我说 你好 请你去看raud.cs 看我们的raud.cs 看我们的raud.cs 然后我们现在就回到raud.cs 这个raud.cs 它其实是在这个app 下底线start这个地方 然后呢 那接下来就是 在这一个file里面呢 你可以看到我有很多很多的comment 然后那第一个是raud ignore 这个东西呢 我待会再教 这个东西我会教你 但是我待会再教 我们看一下讲义 那我们最主要要讲的是 这个raud 要讲的是第一个comment OK 那我们先回到这里来 这个你先不要管 这个我待会会教 我们先看第一个comment 那第一个comment呢 是在从这边到这边 你要先理解这里 那这个comment在说什么呢 它就说我要handle rod code default 就是说这一个rod的名字 它的名字叫default 然后的mapping url 是长这个样子 然后那default value呢 default value是长这个样子 就是说如果你今天什么都没打的话 它的default value 这个controller 这个值会是home 然后这个action 这个值会是index 这一个呢id 它是可以打可以不打 所以这边就选option 那你就不用特别给它指 那就是说你url是长这样 可是呢 你的default的value 是长这样 就这样子 然后这个root的名字叫做name 那目前我先这样解释 那待会再来回头跟你讲说 为什么会这样解释 那首先呢 我要先解释说 当你这个request 进来的时候呢 它会 这边待会再解释 我们实际上来跑一遍好了 我看一下我的讲义 OK 我们先去create一个新的home controller 我们先去create一个新的home controller 这home controller 我先确认一下 我有没有create出来 没错 也长得跟这个讲义是一样的 那我们接下来就可以跑了 OK 那我们接下来就可以跑了 那我们实际上要跑的时候呢 我先把这些全部关掉 那我就start 好 那我先跑一次给你看哦 因为这个你要跑了之后 我才比较好说啦 那等它一下 OK 那你可以看到 它上面就写hello 然后呢 接下来我要 这边打home 打home它还是写hello 今天没有打这两个 它是一样的 然后今天打这两个 打这一个 又是一样的 然后呢 结果又打了最后一个 这个home index 又是一样的 到底是什么呢 如果我今天打这个 不好意思哦 还是一样的 我不管打啥它都一样 但是呢 如果我今天是打 这样子它就有错了 所以说 这个到目前为止 都是这样子 都是没有问题的 为什么呢 那我们现在来看 OK 在我们的讲义这边呢 我们有个图 我们有个图 好 那我们实际上来 把它放大看一下 好 这有点难讲 我先把它save 起来 OK 在这个图呢 你可以看到啦 就是说 我们这边有个home controller 好 这个home controller呢 它里面 好就长这个样子 好 这个样子呢 好 当你在 那个呼叫它的时候呢 它会做什么 它会做 这里 这个home呢 它是对应到 这一个home 然后呢 这个呢 index呢 它会对应到 后面这个斜线index 然后呢 接下来 这个是我们的project name 好 那前面就是localhost OK 然后呢 那 也就是说 这一个home controller呢 它其实是对应到 这个图 你这样打的话 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你在路径的时候 第一个是localhost 第二个是你的project name 第三个是你的controller的名字 注意哦 controller是home controller 可是你不用打controller 你只要打home就好了 这是mvc的magic code 就是说 这个东西它是可以map到这个home 你不用知道为什么 你只要知道说 他们后面有一堆DLL 有一堆class在处理 它会去search 这后面有controller 这个字代表说它是controller 它不是普通的class 它是很神奇的controller 那这样子的话 我就可以给它做一个mapping 就是这个home map到这里来 并且 因为它结尾是controller 而且它还有extend controller 这肯定就是controller 所以我今天就可以把它map到 这边这个地方来 这个是它后面有一个magic code 它会自己去想办法去handle 你不用管它是做什么的 你只要知道游戏规则就好了 那接下来就是这个action 那在这个action里面 就是说在这个home controller里面 所有的method 几乎public method 全部都是一个action 然后呢 那这一个action 它会returnhello 就这样hello 所以这边就会returnhello 这样子 那这个action就对应到这里来 那你再看这里 那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有global.asax.cs 这边呢我刚才说 请你去看这个rodconfig.cs 所以我们到了rodconfig.cs 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rod 那这个rod呢 我给它取名叫defaultrod defaultrod呢 就是你每一个mvc的web application web application 都一定要有一个很神奇的magic name 叫做defaultrod 你不可以写说是default1 default2 default3 不行喔一定是default 这个字 那你有了这个default 这个字呢 你就可以做defaultrod 那你在做defaultrod的时候呢 一开始我就先给它看 就是我一开始先做一个URL 就是它一个mapping 那这个mapping呢 预设其实都是长这样 都是一个controller 一个action 一个id 然后呢 接下来我要给这个mapping 做一个defaultvalue 就是说当你啥都没打的时候呢 我的controller 它就是homecontroller 当你啥都没打的时候呢 我的action 它是index action 然后呢 当你啥都没打的时候呢 id就是空的 这样子 所以说你今天如果只是localhost 点你project name的话 它就会自动redred到这里来 它redred到这里来的话 所以这边会显示hello 只是呢 你的URL不会改 其实在后面 它就是这个东西 因为有defaultropping的关系 它就做一些对应之后呢 它就直接去跑这样子的一个method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mapping 好 那我把这个关掉一下 好 然后呢 那下面呢 好 这边就是有一堆解释啦 就是说 当你那个request进来的时候呢 它就一开始先告诉你说 请你去看RAW config 你到RAW config 看到这一堆东西之后呢 好 接下来它就告诉你这一些这样子 好 那这些都是解释 好 都是我刚才解释的 好 就记得这个mapping的话是长这样的 好 这些都是我刚才解释的 好 然后呢 我们来稍微看一下这个 好 ASPX的RAW pin 那再 呃 我们的那个 那个 这个是我们mvc-rapping 好 那个这是ASPX-RAW pin ASPX-RAW pin 就是Waveform Application Waveform Application 就更简单 它只是一个server 然后接下来是你project的名字 接下来是你这个file的名字 就这样子而已 它的mapping就这样子而已 好 这跟它的差别 好 那我们好 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已经 把这一个 好 第一点也讲完了 好 这个第一点在这里 这个RAW Configure的第一点 其实我们刚才那张图 就把我们第一点讲完了 好 然后呢 那 那 那个什么 呃 就是说 这个要特别注意的说 呃 呃 就是说 根据mvc的规则啦 就是 你的结尾 control的 你都必须要有control的这个字 当结尾 可是呢 你在URL的时候 你不需要打Home Control的 你只需要打Home就好了 这样子 然后呢 那 这边呢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就是说 当你有一个request进来的时候 他会去找这个 他会去想办法去map你的road 你maproad 之后呢 你就要看有什么instruction 那 你给他的instruction 就是你的URL 好 他看一看之后呢 接下来 到如果都没有资料的话 他就看那个 你的default value是什么 那你的default value呢 通常是你的porn number 如果你是用rxexpress的话 好 不然的话就是这个 你的project的名字啊什么的 这样子 好 那这个是我们刚才那张图有讲过的啦 好 好 那我们接下来 这个index 然后returnhello 我先要comment 起来之后呢 好 再copy一次 好 好 我先把这个comment 起来 OK 在这个里面呢 好 我们现在有一个 有一个指叫stringid stringid 然后呢 那接下来就是 好 我们这边有一个叫做name 好 有个 就是我们要找说 我有一个qestring 好 然后它是name 然后接下来再return它的 好 id跟name的值 那这个我到底在干嘛呢 好 那我这边做一下给你看 等我一下 好 好 还有这边有个get stringa 的这样子的一个action 那我先教你怎么样去 得到这个action 怎么样去呼叫这个action 要呼叫这个action 其实非常的容易 好 那首先我们先run一下这个tutorial 我们run了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会去 好 会去我们localhost.projectname 因为我们像是在iis里面run 好 localhost.projectname 好 然后呢那接下来就是 好 这个id hey id等于什么 game等于什么 但是那是因为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打 好 可是呢 好 你要注意一件事情 假设我今天是要去 homecontroller的get stringa 这个method 我按一下 他就会呼叫这个method 他就return一对a 好 那接下来如果我们今天去homecontroller 好 但是我们没有 我们没有给他任何的值 所以他预设就会去跑index 好 index action 那接下来我打index 好 他一样是index action 然后呢 在我们的 在我们的这个地方 好 我们的rodconfigure这个地方 你可以看到 好 他的id 好 第三个他是id的值 好 第三个是id的值 那id的值是什么呢 id的值 好 那我现在就把id的值打进去 我打1 那这边就显示1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呢 好 根据mvc的conversion 好 那个 我们在这个homecontroller 这个地方 我们给他一个stream 并且我们的 那个 我们的那个 这个这个id呢 就是 好 这个id要写的 跟这个是一模一样的 假设你这边是打id2 那你这边就一定要打id2 这样子 你这个东西的名字 一定要对应到这个东西 好 那接下来 你在url mapping的时候呢 你后面这个东西 他就会自动传进哪里 他就会自动传进 这一个parompt里面来 好 那你因为你这个parompt 传进来之后呢 接下来你就可以显示这个id 这是等于多少 这样子 好 那这个curieStream要怎么用呢 好 首先呢 我先把这个curieStream的key copy一下 然后接下来我们在后面这个地方 我直接copy它的路径 长这样 好 See 就是说一开始的时候 它是id 然后接下来再一个问号 然后接下来是name 等于bbb 好 这个name呢 如果你今天打的是name2 不好意思 它对应不到 为什么呢 因为在我们的program里面 这个curieStream 它要搜寻的key是name 而不是name2 但是如果你今天打的是name的话 它就可以搜寻的到 当然你这些的值都可以改啦 都可以改这样子 好 你要怎么改都可以 好 因为这些都是Stream 你要怎么改都可以 好 然后那 好 这是第一种方法来取得curieStream的方式 那我们现在来试第二种方法 好 那你有必要写的这么麻烦吗 好 其实没有必要写这么麻烦啊 你只要这样写就好了 好 你看哦 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看到 好 那个 我今天反正都要写在上面嘛 那我要取得curieStream怎么办 我就把它直接写进我的parameter就好了 反正mvc 会自动帮我 mvc 这个东西它会自动帮我处理 好 那在呼叫的时候 你看我这一行也省略了 好 这一行可以删掉了 我直接这样呼叫就好了 好 那不幸我们来跑一次 等于说这一行是白写的啦 你只要把这个东西name 把写进你的parameter里面就好了 好 那我们来跑一下哦 好 你看一样可以啊 没问题啊 好 完全可以完全没有问题 好 那所以 基本上 这样子就好了 那哪一种写法比较好的 我告诉你是这种写法 这种写法才是最好的写法 所以你要尽量使用mvc的structure来写 OK 那我们接下来看 好 这个tutorial 然后这个tutorial呢 好 我们下一个要看的是tracing 那这个tracing是什么神奇的东西呢 其实你如果不懂的话 好 你可以跳过 好 没有关系 但是如果你以后学web API的时候 你就需要这个trace.axd 好 那首先呢 要先告诉你说 asb.donate呢 它是用url with.xt extension 好 那 .xt extension 可以是scriptresource.xt 或是webresource.xt 好 好 那在内部使用 好 然后你它是要需要用到这个htb 好 那这个实用呢 有什么用呢 好 那首先呢 我们先在这一个好 这个app 好 这一个routconfigure这个地方 你要先确认一件事情 你要先确认你有这一行 好 那它这一行是什么意思呢 它就会handle这个rout 好 axdrequest file 好 它就说你要有这一行 好 这个你的rout呢 要忽略掉所有axd的东西 好 因为我们axd是很特别的东西 所以你的rout要自动去忽略掉 那它就会去handle我们的tracing 好 你要有这一行 它才会去handle 就才会去处理我们的tracing 好 那我们 有这一行之后呢 我们还要再去做一件事情 就是要再去 这里 好 webconfigure这个地方 好 然后加这一行 这一行要加在哪里呢 好 你要加在这个system.web底下 好 那我们接下来回到我们讲义 好 我们在这个地方 然后在这个system.web 找一下system.web 这里 我们把它加进来 好 历史就说 我要把tracingable 然后接下来pageoutput 打false 好 这个你都不用理解是什么意思 你只要知道说你这样有打之后呢 接下来 你就可以做什么 你就可以run这个东西 好 那我们实际上来run一次project 我们run完之后呢 好 接下来我在后面加这个东西 trace.axd 好 我们加后面加这个东西 诶就可以了耶 right 你就可以看到你的一些trace 这200 200其实意思是说我request成功 我get成功了 那如果201代表错了 这个是web API的部分 这个有机会再来讲 但是呢 假设你今天来这个地方 你没有把它打开 你没有这一行 你没有这一行那怎么办呢 好 那这个 这个是一开始预设 就会打好给你的 好 那我们接下来再来跑一次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trace.axd 到底可不可以用 等我一下 我这一行先copy一下 好 然后呢 那我们在讲一这边 好 一样 在这个地方呢 好 打trace.axd 你看就不行了 GG给你看了 为什么 因为你要把它turn on 好 那我们要turn on呢 我们现在再把它turn on一次 好 在这里 等一下哦 这个位置 贴上来 好 然后呢 可是有些人 这个东西忘记打 好死不死 不小心把它删除了 那怎么办呢 ctrl-shell 必有一次之后呢 好 然后接下来再把它跑一次 好 再跑一次哦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 嗯 这个 哎 没跑 等一下哦 等它跑一下 好 顺便我偷看一下讲义 好 OK 那这边 这样子 好 你就看到它又有错误讯息 所以你必须要怎样呢 你必须 要在Weight Configure 那个地方把它turn on 然后并且你还要有这一行 不然的话呢 你就没有办法看trace 那你可以看啦 如果你delete这个line的话 好 那你接下来就get error 那这边都有写啦 然后那这边有写说 如果你想要enabletrace.xd的话 好 那你必须要先去这个Weight Configure 设这个 并且你要有这个line 你一定要有这个line 这样子 好 然后那这边的第二点呢 你可以看到 好 这边都是它的一堆解释 你可以好好的看一下 好 那这边还有我的sauce 你可以点进去看 就是说reference 是从这边来的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 trace已经懂了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feel 那我们要create 第一个feel 第一个feel呢 你可以看到我们是 在home control里面 那接下来就是 就是我们要create 我们要在home control里面 做一件事情 就是 我们要先return这个index 是长这样 好 那我们接下来copy一下 等我一下哦 就这样子而已 这可以关掉了 好 在home control的这个地方 把它卡面起来 然后呢 接下来 好 这几个呢 刚才都讲过了嘛 所以没什么好讲的 那你可以看到 接下来我们 也一样是改这个index的method 这个index的method 我们现在就是 要return一个list 好 那我们return list的话 我们现在去把index 会发生什么事 好 那我们按F5 这个list里面呢 会有三个stream 第一个是name1 第二个是name2 第三个是name3 所以我expect他 待会screen上面 会写name1 name2 可是不好意思哦 他会告诉你说 这是一个list 呃 我需要知道这个干嘛 我要知道是name1 name2 name3 对不对 那这时候怎么办 这时候我们需要的是fuel 那我们来看一下讲译 那我们需要的是fuel的话 要怎么办呢 那我们很简单 我们先把这个东西打进来 ok 我们先把这个东西打进来 等我一下哦 这个东西先commend掉 好 那我要把这个东西打进来 那这个东西打进来呢 好 就说 我今天是一个 其实刚才你一开始产生 这个controller的时候 它其实一开始就是return这个fuel 好 那要做fuel呢 你有几种方式 好 第一种方式呢 就是你要选addfuel 那这个addfuel要怎么样呢 就这边按右键 然后你选add 然后这边选fuel这样子 然后那这边就可以打名字 好 那我们看一下讲译 好 这边就可以打名字 你就可以打index 然后这个打勾 好 index 然后这个打勾 然后这个打勾 然后呢 那这个是我最不喜欢的做法 我真的最不喜欢用这种做法 为什么呢 因为呢 你如果用这种做法的话 它可能会create一些unnecessary change 好 那我示范一次给你看 首先呢 你们在 呃 在这个东西 在这一个project里面 我按ctrl s ok 然后接下来我先把这个关掉一下 好 我把它移到我的source control里面的folder 懂 好 我刚刚已经把它移到我的source control的folder 好 那我接下来要先做一个简单的clean out的动作 好 我先把这个东西先把它remove掉 好 然后呢 那接下来这个是 等一下 我看一下 好 我们刚才先从i.net里面这边 先把我们原本的i.s 不是i.net 是i.s 里面这个地方的那个website 先把它删掉一下 为什么呢 因为呢我刚刚换了folder 然后呢 那我应该要重新create个新的 按那个virtual的路径 然后可是呢 为了方便我讲解啦 我决定 要用i.x express 按Ctrl-S save 起来之后呢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好 create the virtual directory 那我接下来 我就不管以后 移到哪一个folder 我都一样可以跑啦 好 那那个 但其实在实际上状况来讲呢 好 你应该是要hold在i.x上面 好 然后那接下来我们先把这关掉 那一样呢 我们先把 呃 做什么 我们先把这个 好 source control这边先 commit一下 等我一下哦 好 我这边就写说 呃 create一个新的 project 好 这样子 然后commit ok 所以我现在 好 我push一下好了啦 好 无所谓 所以我现在已经create一个新的 新的project 这个新的project 是我们刚刚做的东西 我全部commit commit进去 ok 那为什么我现在要commit给你看呢 因为呢 我现在要做一件事情给你看 我要新增这个fuel 这个fuel呢 我要用virtual studio内建的 好 这个东西 好看一下fuel的名称叫什么 等我一下哦 这个fuel的名称叫做 在home folder里面 好 然后叫做index.cshtml 好 名字copy一下 ok 所以我在这边 好 在这边按右键 然后接下来选add 然后接下来选fuel 哦 它就会这样子显示出来 然后这边选index.cshtml 然后pressadd 呃 呃 比如你只要这样打就好了 你只要这样打就好了 我看一下讲义 好 等一下哦 你甚至更简单哦 你甚至是 甚至是在这里 好 home controller 好 在讲义里面呢 好 他是叫 他是叫你按着右键 按右键 按右键 然后直接addfuel 这样子 好 直接addfuel 这更简单的 然后接下来就打index 是吗 index 然后empty 这样子 ok没错 然后接下来就选add ok 他就add这个fuel 啊 刚才我说的方式也是可以啦 好 他会待会会add到这边来 好 我们等他一下 好 ok 他就create这个fuel了 那 我们来看一下他还做了什么 好 我们来source control这个地方 你看他改了这么多东西啊 有没有搞错啊 这些东西干嘛要改啊 我没有要你改这么多啊 你看他这么多奇怪的change 这是为什么我说我不喜欢这个的原因 好 那首先呢 好 因为我有source control 所以呢 我就把这边全部right click 然后选remove press ok 好 然后这个东西再把它还原回来 好 discard change 这样子 好 那就 把我source control 刚才做的backout 都还原回来了 那其实我刚才做了什么呢 我刚才其实只是 只是很单纯的 好 reload 我刚才只是很单纯的做什么 我很单纯的加了一个fuel啊 老大 你给我改这么多change for what 你刚才看到source control下面有 我长长的list全部都是change 那这个是我很不喜欢很不喜欢的做法 所以我很不喜欢这边right click 然后选add view 我也不喜欢在这边right click选add view 这是我非常反对的做法 那你最好做的方式是什么呢 你最好做的方式呢 其实是我比较推荐的 如果你今天有resharp 如果你有 如果你有 ok 那你就用resharp 来create view 那你就是在这边 好 按all enter 然后接下来 在create razor view 这个地方按enter 然后再按enter 这样子 它就会create你的view ok 然后呢 那我通常会把这个layout 先把它删掉 这是我第一件会做的事情 按ctrl s 我们再回到我们sauce control 这边 好我们看我们做了什么 来看一下 你看哦 很单纯的 它只是多加了一个file 就这样子而已 好 就这样子而已哦 它没有做其他事情哦 它没有做其他我要叫它做的其他事情 可是如果我们刚刚是在这边right click 选add view的话 好 这它会做很多有的没有的 这是我非常不喜欢的方式 好 那我们再来看到讲义 那如果说啦 如果说你今天好 你今天用这个好 你今天用这个好 按右键 然后选add newitem 然后这边选mvc 好 这边选这个racer 好 那会怎么样呢 其实也是可以哦 那我们今天来做一下好 这边对着它按右键 选add 然后newitem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在这个地方 好 在这个web 嗯 web 好我是选哪一个 好我是选mvc 好 mvc 嗯 没有 哎呀 不管啦 从这边选 好 web 这边应该有mvc 哦在这里 raise a few 然后那接下来我这边就打index 好 index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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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加这个 呃 哪里啊 sauce control 我储存一下哦 我们来看sauce control 你看 这个是resharp帮我加的 好 这只是很单纯 resharp帮我加的 那这个是刚才好 我用newitem的方式 当然这边应该会改啊 这很正常的好 那 所以说 你有两种方式 第一个是用resharp的方式 如果你有resharp的话 然后呢 那第二个呢 我先把 先clean掉 第二个呢 就是用resharp 第二个就是你用 Fertial Studio add newitem的方式来做啦 那绝对绝对 绝对呢 绝对不要做什么 绝对不要在这边按右键 然后选add 然后add view 这个千万不要做 这个有点蠢 那我们接下来再继续用resharp 来create新的view 那如果你没有resharp 你就是add newitem ok 那我们这边 把它关上 把它删掉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修改一些东西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讲义 好 它就做出这个东西 那我们实际上来跑一遍 好 我们实际上来跑这个view 跑一遍 好 那就应该要显示title 就这样子而已 好 那我们看一下哦 这个iis 我先把它关掉了 因为我现在应该不会用到iis 我现在都用iisexpress 我就把它关掉 然后呢 那这个地方也可以把它关掉 OK 好 那它就显示这个title 你看 它就显示这个title 你看 它就显示这个title 因为我用iisexpress 所以就有localhost 然后 那个冒号 然后 那个pull number 这样子 那 那 home controller index action 好 它就会return home controller 好 这是home controller index action 它return这个view 这个view 其实就是这个index.cshtml 好 那它就会return这个view 里面就是这个东西而已 好 那就这样子 这就是returnview的方式 那接下来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那 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在index里面呢 好 我们接下来就是设一个这个东西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哦 我们把它放在viewbacks里面 好 等我一下哦 home controller 我把这个先comment起来 然后接下来 我们再做一个新的哦 index它是action string 然后那接下来就是这个地方 我会return一个list 然后 然后我把这个list呢 放在这个viewback.name里面 然后接下来再run这个view 然后在这个index这个地方呢 好 我们一样是把这个扣扣一下 好 然后呢 你就可以看到 好 就是for each 什么东西 for eachviewback.name里面呢 取出你的string 然后把它print出来 那这个会发生什么事呢 这个就会发生 name1,name2,name3 它就把它print出来了 好 那你要用这种方式 好 也就是说呢 我在control这个地方 我把它放进viewback.name 然后在这个地方 我就取出viewback.name 然后再把它print出它的名字 好 你可以看到 它就是我们想要的 没错 OK 那我们接下来 继续看讲义啦 那在这个 接下来的下一个讲义呢 就是我们要讨论 viewback 还有viewdata 有什么不一样 那 其实也是 非常容易 所以我们今天只需要把这个method copy一下就行了 等我一下哦 那在这里 好,我先把它卡片起来 不是你啦 我先把这个卡片起来 然后接下来在这里 好,再把这个method贴上 好,我稍微确认一下 OK 那我把第四个也卡面起来 这样子 然后这边就先按卡面一下 OK 那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 我们在这边也稍微改一下 好 一开始先不用改 好 嗯,我们先把这个 code 好,这边 好,这边就先copy一下 这里到这里 OK OK 然后我们现在先把第四个command起来 好,我们有四点要讲 然后先把第一点先按command OK 那这样就可以讲了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点 好,你可以看到啦 一开始的时候呢 我在这个index这个地方 我有个home controller 这是在home controller index action里面 这个地方有个viewback.name 但这个viewback.name 里面有这三笔资料 好,然后呢 接下来这个地方 我用for each的方式 接收这三笔 好,这个也是从viewback里面去截取 是没有问题的 那我们接下来按F5 好,你就会看到view1 这个name1,name2,name3 好,是没有问题的 好,我们来实际上跑一次 好,你可以看到会完全没有问题 等一下哦 好,完全没有问题 好,这是第一点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点 那在我们第二点呢 我们要做的是什么 我们要做的就是不再是用viewback 我们要用的是viewdata 好,那我们第二点先把它uncomment 起来 好,这是我们第二点 好,然后把第一点先删掉 好,那第二点呢 好,我们实际上在跑的时候 按F5 你可以看到啊,它很单纯的 就是有一个用viewdata 你用viewdata的话 你必须要做什么 你必须要有key 就是说 我要把它放在这个names 这个key里面 这个key的key是names 这样子 key等于是names 应该说是names 是一个key 是这个viewdata的key 然后那接下来 他create一个新的list 然后这个list 里面放了这几笔资料 好,然后呢 那在这个地方 我就去viewdata里面 好,给你一个key的名字 请你告诉我说 这个nameskey里面 这个viewdata 到底有什么资料 好,结果就变成一个string 好,for each这个string 然后return所有的string出来 给你看 那到目前为止 这个都是我们expect的 没错 我们刚刚的确是放这几笔资料进去 那我们接下来 再来看第三点 好,在第三点的时候呢 我们如果viewdata 跟viewback 同时使用怎么办呢 好,我们来看一下 等一下哦 把这两个先uncommand 起来 然后第三点先uncommand一下 OK,那我第三点uncommand 之后呢 然后接下来呢 我再来跑这一个 在这里 uncommand一下 OK,你可以看到啦 我在viewback里面 设定这三笔资料 然后在viewdata里面 设定这三笔资料 然后在viewdata里面 你要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这个viewback的property 跟viewdata的name viewdata的key是一样的 它的名字是一样的 那我们接下来 来显示的时候 它会显示什么样的东西 给我们呢 这是先显示viewback 然后再显示viewdata 然后我们按F5 你就会发现一件很神奇的事情 你看 全部都变成viewdata 为什么呢 因为呢 这个key跟这个property是一样的 所以这边在assign value的时候呢 然后这边在assign value 第二次 它就会把前面的offerwrite掉 所以你必须要怎么解决呢 你要解决的办法 其实只有一种 那就是你的key跟property 不能是同一个名字 OK 那我们接下来 先把它command掉一下 我command完之后呢 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我把它再command一次 然后接下来在第四点 按command 那一样 pint出所有的viewdata 还有viewback 跟pint出所有的viewdata 好 这个property是name 是name2 那在这个地方的话 你可以看到这个key 是这里 这个key呢 是name2 它这个property是name 所以就名字不一样了 那这样就没有问题了 那我们来跑一次看看 你可以看到 就完全没有问题 那我们等它一下 你看 完全没有问题了 好 那我先把它关掉 OK 那这个就是viewback 跟viewdata 好 那在我们讲义里面呢 好 我们最后要讲的是model 好 那在这之前呢 请你让我先做一件事情 就是说我先把code整理一下 等一下哦 好 HomeControl的东西还蛮多的啦 我把code整理一下下 好 这边 HomeControl的 这样子 好 把它稍微整理一下 然后接下来是index 好 index 等我一下 这里 呃 这里 好 这样就可以了 好 好 model是干嘛的呢 好 刚才一直 刚才已经讲到了 control 跟fill 那我们现在还没有讲model model 其实是用来存资料的 好 那用来存资料的 那要怎么存呢 那其实很简单 好 model其实是一个很单纯的class 那你可以用add new extension class 或者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方式 是这样子 好 按shiftf2 就是使用add new file 这个extension 好 在model这个地方 model这个地方 按shiftf2 然后把名字 copy进来 pressadd file 它就create这个file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把这个file的 好 那个东西 copy进来 等我一下 model gamer ok 它就这样子 那这个model呢 其实非常的容易 这个class 这个model 这个gamer 这个model 它就只有四个property 一个是id 一个是name 一个是gender 一个是city 就只有这四个而已 那我们接下来呢 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事情 就是在这里 我这边有教啦 你可以按shiftf2 加这个东西 不是person 是gamer 那你就把这边改成gamer gamer的controller 那我gamer的controller 我copy一下 等一下 喔 copy了 对不起 已经copy了 所以这边 这边讲完了 没有啦 是 我刚才create一个gamer的model 那我接下来要create一个叫做gamer的controller 那要create一个gamer的controller 其实也非常容易啦 我把名字copy一下之后呢 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controller按shiftf2 然后把它copy进来 那我copy进来之后呢 接下来我就把它 copy一下就行了 等一下喔 等我一下 OK 准备好了 就把它copy进来 就这样子 所以这个gamercontroller 它其实做的东西非常容易 它这里面就只有一个action 这个action叫做details 这个details呢 它里面会先create一个新的gamer 然后这个gamer呢 然后它里面就有这些值 那它的就是id等于什么 name等于什么 gender等于什么 那其实就是这个gamer 是从哪里来的 这个gamer其实是从model folder 里面gamerclass来的 再回到刚才那个地方 那接下来就要把它print在fuel上面 那这个fuel要怎么做呢 其实也是非常的容易 我们先来看一下讲义 那如果你有resharp的话 用resharp做 如果你没有的话 你就Shift F2 这样子 然后你在这个地方 你在这个地方呢 然后把这个print出来 就是你要去fuel这里 然后gamer这个folder 然后做出这样子的fuel 你可以press out the file 那我今天用resharp来做 它就会在这个地方create一个新的gamer的file 并且create这个fuel给我 那当然都跟刚才一样 ok 那我们现在就把这个fuel把它copy一下 然后呢 那我这边有特别注意到 你看哦 在gamercontroller呢 我要return这个fuel 并且把gamer传进去 所以呢 在这个fuel呢 其实就代表是details.cshtml 那这个details.cshtml呢 它就是对应到这个returnfuel 那它对应到这里之后呢 那你可以看到这里啦 那我这边就必须要写 它的model一定要是长这个样子 那它的model一定要是 这个gamer 这个gamer是从哪里来的 就从这边来的 我再讲一次哦 首先呢 首先你要先create gamer这个model gamer这个model是干嘛的 是存资料的 那controller是干嘛的 controller就是说 ok 我在这个gamer的controller里面呢 我要create一个action 叫做details 这个details呢 里面我先create一个新的gamer 然后再把这个gamer pass给这个fuel 那这个fuel呢 你要用这个东西来做接收的动作 就是说我这个fuel呢 我只接收gamer 当做我的model 那我接收了gamer这个object之后呢 我就可以在这个里面 把gamer.id 就是model.id model.name model.gender 跟model.city 把它print出来 然后它这边就是一个table的状态 就这样子而已 那这个model 就代表是这样子的一个object 就这样子 那所以我现在在run的时候呢 那我就可以去gamer这个controller的details 这个function 那如果你这边直接写returnfuel的话 你可以写return什么fuel 写确定的名字 但是如果你今天只是写returnfuel的话 它就是这个action的名称.cshtml 那我们现在呢 去gamer.details 它就成这样 它目前就显示1 因为我们目前只有1 那当然你后面在打什么 都没有办法 然后都只是增加一个id 那你这个id 不管是1 不管是2 不管是3 它都没差这样子 因为你这个id目前没有用 所以你打这样子也没差 那我们接下来 再来看这个tutorial 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这个tutorial 那个mvc的用法 那I hope you enjoy this tutorial Have a good day